你只要去跟这个导演睡了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能有了这个机会 你就有可能能一下往上再卖一大步 或者说是就到一线演员的位置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会去做 看导演是谁 说到杨幂大家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在近几年 随着杨幂活动增多 公开露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最开始呢杨幂通过古装剧被大家熟知 随后呢杨幂知名度逐渐增加 最近几年的杨幂已经不局限于在电视剧中出镜了 像综艺节目各种晚会以及商务活动 经常能够看到杨幂的身影 自从与刘凯威分开以后呢 大家感觉杨幂更加自信从容了 也为她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而可惜 如果是一位年龄差不多的圈内小鲜肉 想必如今的杨幂会更加的幸福一些 一直以来她都是娱乐圈的当红女星 不仅演技和颜值都不错 而且经验精神也很令人们称赞 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才称呼她为平民三娘 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太忙啊 她太忙是吧 当你与另一半吵架的时候 一般用什么方法来平息战火 有小吵小闹 这肯定是我先和解 先和解算了 你是一个爱吃醋的人吗 我还好 如果有疫情过分关心你老婆 你会不高兴吗 我不会 但是我太太肯定不会让我不高兴 也许杨幂生来就是一个工作狂 即便是在结婚之后 也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工作中 虽然刘凯威十分的心疼她 但大秘密依旧是我心我素 缺乏长时间的陪伴 他们俩的婚姻呢 走到了尽头 其实杨幂在演艺界方面口碑非常不错 她主要是以演戏为主 最近这几年呢 杨幂的旗下有了很多艺人 她也一直在努力转型 虽然遭受到了很多质疑 但是杨幂一直都是为她的事业而默默努力 支持杨幂粉丝也越来越多了 黑她的粉丝呢也很多 但是这恰恰说明杨幂的人气很高啊 从杨幂出道到现在 她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火的状态 攻和新建七二转三 播出之后啊好评如潮 最近几年与李一峰合作的古剑奇谈 有人要省得阿祥的五花肉啊 我没有 是不是为了给我买药 买药花了那么多钱 你从哪来的 你不用担心 我会去赚的 天庸城也叫人怎么赚钱吗 收药 你帮别人收药 那你会跟别人要钱吗 再到之后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更是斩获了很多人喜爱 杨幂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现在的杨幂自带热度 频频登上热搜榜的她 不仅自己开了工作室 牵小花和小生 还努力提携他们 增加了他们的曝光率 如新生代女神迪的热巴 高尾光等都是家行杨幂工作室旗下的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杨幂的演艺生涯是非常曲折的 曾经杨幂在做客综艺 金星秀的时候 金星就问了一个非常雕见的问题 那你有接受过潜规则吗 杨幂呢 则一脸淡然的回答 会有导演向我暗示 但是我都会糊弄过去 有没有接受到过什么潜规则的暗示 在住行中间 有吧 有吧 有接受到潜规则的暗示 怎么表现呢 你自己怎么去反映她 对付她 没对付 因为那个时候演年纪小 也不知道怎么对付 然后这件事就 我就当它没发生 就装傻 装傻就过去了 对对对 杨幂在参加不少综艺 主持人问到潜规则这个话题的时候 杨幂都说 你遇到过这个事情觉得很恐怖 每一次呢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就去问一下经纪人 经纪人说不要理她就好了 就当做没有看见 事情就比如说 接到电话啊 或者说是发的短信啊 这种也会很恐怖 就是有一些比较恐怖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我经纪人说 然后你不要回短信就好了 就是没关系的 就是有一些东西不是说 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努力的 而且你这么多年都是自己这样走过来的 我就当做没看到 现在的杨幂啊也是波云见日了 自己做老板 虽然现在的杨幂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但是刚出道的时候 杨幂还只是一个小透明 因为拒绝大老板的签约 本来板上钉钉的剧本 也遭到了临时幻觉 而顶替她角色那个女明星 刚好在前几天成为了大老板的女朋友 现在很多投资人可能自己有了一些钱 投一个电视剧 然后安排一些自己比较啊那样的人进来 把你的角色啊顶掉了 你会抱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啊 就是接受现实吧 那这个是事实 因为你没有昂的关系 所以你被顶替掉了 那你现在不够重要 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重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